好,我们今天简单来玩一下这个一战模组啊,只要订阅这个模组即可,如果想玩这个动漫版的,可以把上面这两个模组订阅了,这样就可以玩动漫版的一战模组,我这局本来是准备玩这个大清的,玩大清的话,开局到1911年会爆发这个心态革命,然后我们选择支持同盟会,打赢内战之后,我们再往下寻, 把这个中华帝国点出来,就会触发这个护国运动,但是他这个模组呢,就有种剧情杀的感觉,就是你护国运动,不管你打没打赢,还是会分裂,分裂出各种军阀来,就让人觉得很没意思啊,如果你选择走这个KMT的话,那你会被这个北洋军阀给宣战,你打赢了之后还是会分出各种军阀来,非常的恶意,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打赢了之后我也一直点不了这个国策,所以我就决定放弃了,我其实挺讨厌这个剧情杀的,因为我们玩这些模组,就是为了开拓不同的历史,如果你都这样固定死了,那我为什么不去看这个纪录片呢? 我们今天就先不用这个动漫模组了,就直接用原版来玩了,他这个模组的动漫人,我都不太认识了,这个不是那个守望先锋里面的低话皮肤吗? 我这边多开了一个这个额外的模组,不知道对这个游戏有没有影响啊,他这边说是加了不少东西啊,新的事件,还有这个什么 NSB的坦克啊,感觉应该和原版稍微不一样,这边我们毋庸置疑啊,直接选择这个德二开局啊,给大家录一下这个 德国怎么打赢一战,开局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国侧线 首先如果我们正常想打这个法国的话,得先点这个 世界政治,然后点支持奥地利的领土要求 一直往下点,点到这个对法作战 对法作战有一个很苛刻的要求啊,就是我们陆军现役兵力至少为1.8M 也就是我们要有180万的陆军,而我们这个开局才只有70万的陆军啊,也就是我们还得再爆 一倍多的部队 如果我们开局直接被刺这个奥匈的话,倒是可以直接把这个奥匈给灭了 但是这条线就不太符合历史了,我们就不急着走 然后右边这个阳光下的土地的话,我们开局点这个阿加迪尔危机可以触发一个事件啊 如果点右边的话,就是和这个日本的条约了 我们这局还是选择走左边,然后把这个海权点出来,因为他给我们加大概 7个这个船坞啊,这个对我们来造船来说还是非常重要 关于科技方面的话,这个模组还是挺离谱的 因为我们这个支援武器是加这个补给使用的,我是没搞懂的 他这个给我们加一点点突破,却给我们加了不少补给使用啊 那我这个越研究越缺补给啊,那我们就不研究这个支援武器一型了 我不在乎他这一点点突破啊 我们开局可以先研究一个摩托化装备,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铲这个摩托车了 摩托车可以给我们运这个补给啊,这是挺重要的 我们争取在1914年的时候做到全面的摩托化 然后这个坦克什么都不着急,我们这个支援连下面是可以研究这个火车的 但是这个列车炮的科技要在1914年才能研究 所以我们不着急,开战之前研究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火炮方面的话,榴弹炮的软弓是比这个火炮杀伤高的 所以我们开局可以先造这个榴弹炮,火炮就不着急了 然后海军的话 这边我是开了模组的原因啊,正常的话这个海军应该是1914年的科技 我们这局主要还是玩这个轻炮巡洋舰 轻炮重巡,所以 主要还是研究这个1916年的巡洋舰船体 空军方面我就不怎么看了,因为 因为这个1914年才能研究出来 等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开战了,来不及成型了 然后其他方面就是工程学,这边我们比较注意的是这个右边的装甲类 装甲类这边我们需要坦克原型设计,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发电机之类的,这些会影响我们后续的坦克研究 工业方面我们还是走这个 离散吧,反正走什么都无所谓,我们去偷别人的科技了 开局直接上这个 情报机构啊 建造方面的话就是先修民工吧 把周围这些80%几件的地区都把民工修满 我们可以先种地种到 1912年啊,然后再开始种军工 然后我们生产方面的话 这个无畏键造船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造新的船了 前期我们先把每个装备都拉一点 这个牵引火炮可以当支援联用的,所以也可以继续造 主要还是造这个基础型榴弹炮 前期先把枪补齐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先补枪,因为我们需要 爆大量的部队 这边开局我们是可以用这个 施力分元帅的,只不过他到1913年的时候会巨型杀 所以我们就先用这个新登堡吧 然后其他的就随便选了 然后开个全军训练,先把这个陆军经验给刷起来 其实 可以把这些部队删少一点,但是 为了方便我们爆兵,所以还是不删了 我们开局就直接开始爆兵嘛 他这边有这个 二布施的模板 我们直接刷这个二布施 海军方面的话,我们把所有船直接开回架 全放在家里面港口 然后让这个 海军上将 提而皮茨 我们空军只有 7个战斗机和5个这个齐柏林飞艇 直接开一个空军演习 然后海军也是直接开演习 先把这些军经验全都刷起来 反正这个油是可以买的 我们前期也不是很缺油 把这些经验刷起来 待会好改这个船 这局间谍机构的话 我们就是以偷 这个工业为主啊 所以还是经典的这个经济 蓝图 相机 毒药 审讯技术 然后就是开始通密码 这边出现了一个事件啊 就是这个什么扫帚星 日常给我们加1%的稳定度 有的时候会扣我们1%的稳定度 不知道这个意义何在啊 我们第一个国色点完之后拿到政治点直接上这个 工业领袖啊 然后我们再接着上这个鬼爵的绅士 这个工业领袖先把我们这个种田速度拉起来 然后我们接着 就可以点这个军国主义了 我们开局三艘船造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造我们的这个主力舰了 我们主力舰就是众巡洋舰 我们在轻巡洋舰里面找到我们的这个1910的巡洋舰船 然后给他改一下 这边我们主炮上一个重炮 其余的都上这个速射炮里面的轻巡洋舰炮主 把我们的这个 轻攻啊轻炮给拉满 然后其余再上一个火控即可 如果有闲钱可以再上一个副炮 这样的话我们一搜 这个众巡的造架是3695 给他改一个比较显眼的这个标志 然后拉上 开始建造 这个就是我们新编的这个巡洋舰 正好15个船屋我们可以三个船同时开造 这个开局日本会点这个日韩合并条约 点完就把韩国给吃了 我们在青岛这边是有一个吃的 我们就单独把它留在这边吧 就不用管了 防止这个日军登陆 待会我们可以拿这个青岛来登陆日本 我们第2波政治点够了之后 立刻上这个毁决的绅士 然后开始准备双间谍去偷这个政治点 我们直接去偷法国的 这边奥斯曼 请求购买前无畏剑 这个前无畏剑对于我们来说没什么用啊 所以给他吧 我们待会拿这个巡洋舰打主力 我们开局存够20点陆军经验就可以选择这个政治忠诚了 这个点完之后能给我们加一定的稳定度 因为我们这个党派是占了78% 所以这个稳定度加的还是挺多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政治点就全用来上这个 陆军部长 他这个有 法金汉 陆军奇才 然后其实总司令啊都是奇才 我们可以靠这些奇才大师给我们刷经验 我们这个密码好了之后直接开始偷啊 把法国英国俄罗斯的都偷一点反正 目前 啊这个他们都没有设防 可以先偷法国的 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存一个档 这局我还是选择支持奥地利的领土要求还原一下历史 这边出现了一个事件法国占领 菲斯 这个英文太长了我看不懂就不看 这个事件触发了之后我们就有一个这个什么阿加迪尔危机 我们这边就可以先把这个阿加迪尔危机给他点 啊这个有一个危机关联我们必须得赶紧完成这个国策 陆军精神我们选择这个职业军官团这个能给我们 减5%的陆军学术花费 其实这个模组里面正规传承是挺有用的但是我不太喜欢玩骑兵啊 虽然这个模组里面骑兵只有一宽 他这个一个营的骑兵就有一宽但是我还是想玩步兵 好这边我们把这个 巡洋舰派到了这个 摩洛哥去了 是为了阻止这个法国人啊我们遣送一下要求 看看这个法国人服不服软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点这个海拳把我们的这个船坞先给拿出来 好这个法国人果然怂了把这个 法蜀钢果的领地割让给德国 有趣的进展 这边我们就获得了喀麦隆的这个 控制权啊 本来这两块地法国应该是黏着的现在就变成我们的了 这边直接开偷 偷工业图纸 前期我们很多东西都研究不了 所以我们直接就研究这些穿甲弹以及这些火控笋管什么的 啊这些是可以研究的科研槽其实是挺多的 因为这个时代没什么需要研究的科技 我们新作出来的船坞就直接造这个鱼雷艇就行了 差470一辆啊给我们主力舰扛伤害 我们先觉得鱼雷艇就像是有一个研究的 我们先给周固的研究